我被人赶走了,你问一个被人赶走了的人, 我怎能赶到你听停电,停电都不关我事了, 我黑心点,停电抵你死吧, 这些停电问题都是一些结构性根本是深层次的基础问题, 都是迟早,但都投资少了,订单又少了, 听到在逻辑上有些怪,为何还要停电呢? 但我想这些结构性问题, 类似你见到恒大拓展时, 那些银行不断借,这些结构性问题, 都不用怎样看它具体生意发展方案, 好像行持私家车那样, 仍在湾仔那栋大厦卖广告, 晚晚还看到五款车或六款车是广告, 那头是说恒大有问题,广告继续吠, 中共这些不怨自平。 影响有一定大,尤其是冬天来近, 不过是真的不懂分析为何会在这个阶段, 尤其是来近冬季时,它会需要停电, 其实工业用电力需求应该照常理减低了, 应该减低了可能几多, 所以不懂分析它们为何需要搞到要停电, 不知,不愿意,大家其实都有答案, 它最大的供应商现在跟它关係那麽差, 为何会选冬天这些时间来容许停电会發生呢, 这些不是有良心的人会做得出的事, 即是将民生放在政治后面, 我唯一有个希望为它祈祷, 就是重新买一些澳洲煤, 不要那麽小气,它核动潜艇而已, 潜艇核动而已,不是表示有核武, 一定有影响,冬天正在来, 冬天正在来,冬天正在来很凍, 派几架大陆潜艇去装煤回来, 去澳洲不是太远, 其实这个话题, 我都觉得是一个政治性的话题, 无理由大家国家發展到现在那麽蓬勃时, 会有煤的问题, 是否拿人民的福祉来当筹码呢, 这个不应该發生的这些事, 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不应该發生的, 不怨自评, 还说过,你凡是听到停电的事, 一些那麽重要的事, 尤其是在冬季来临的时候, 真是不言自评, 如果这件事都被政治化, 就真是很不人道, 要是否, 它之前有个神秘富豪会香港地产界, 又无公布变内容, 我想正常你去推论就是跟这班富豪谈下, 怎麽救恒大, 一路都无什麽新闻看到, 可能结论的人都说五位大怎够救, 我们夹买富身家救不了它, 所以现在占为各有, 是头痛,又要印银纸, 怎麽帮它还钱给银行, 是复杂的, 这件事很复杂, 但似乎有一条出路, 要是将它结束它, 那些银行的负债就要撇账, 若不是就有多间国企, 大家尽在不言中, 我们政权的本质尽在不言中, 我们希望二十大有些惊喜, 讲到政权的本质真的不懂得说, 反而我觉得很有趣, 近日很多人来问我, 比我觉得它看我的严重性, 是比我自己看我的严重性, 人家看得是严重很多, 有些人觉得阳村都被人拉了, 为何你还可以坐在那, 我想消敲完之后觉得很有趣, 其实我也不知为何, 又真是很荒谬的阳村, 作些故事讲一班羊和一班狼, 叫做颠覆国家, 而我还坐在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政权的本质, 真的很难预测, 它是否觉得这些是同化小学生, 让他们见到政权就是狼, 这样都不能够包容, 我自己都思考觉得你言之有理, 我真的没有看到自己是那麽严重, 但你还不觉得你严重, 阳村都拘捕了, 你想起这个本质的问题是真是, 为何会说那只羊背出来都拘捕呢, 即是即时他们被人害的时候, 我还伸手出来说我帮你买了个版权, 然后帮你做多些产品, 我当然觉得是一件很小的事, 不过是,政权的本质, 你看看我60分钟时时追击, Sixie Ministers的访问, 香港驻逝离的办事处, 又写封信投诉别人的团队, 这些本质又是甚麽呢, 即是人家整队Crew来香港, 在2019年拍摄了真实, 那个访问我记者有段片他在香港, 在反送中时扔催泪弹时, 大猪嘴在香港, 人家怎会诬蔑你呢, 人家都是来到现场看着实况来报道, 又要警告你,又说你的报道失实, 不反映香港现在的情况, 香港的情况只是一小撮的黑暴造成, 现在香港已安宁, 即是睦大眼地讲大话, 还没有诱人家,即是说人家报道失实, 我都写了一个很短的字条, 告诉监制听, 如果你有需要的, 我随时可以写一个八字黑字的确认给你, 告诉你听, 我在访问中讲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我觉得是一直影响下来的时候, 是否共产党本质还是什麽, 现在香港所见到的本质是真的跌到几低, 你看看我们保安局局长现在的质数就是, 系统性, 来不中就拿些东西出来吓吓你, 让你自己考虑一下你自己的个人安全和自由问题, 这些都是香港人不认识的本质。